Hello大家好,我是小曼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来慢慢聊 今天我们继续周末的女武神第七回 上一期我们说到 哈迪斯自损自身 用自己的血化解了银正的绝招 拨流龟 并用血献祭自己的神器 四血枪一出,银正溃不成军 哈,哈迪斯大人的飞速一击 终于突破了是皇帝的铁壁防御了 随着裁判的现场解缩 众神沸腾了 则,则是多么多么高雅的身姿啊 那才是希腊神界的长兄 银正这边看着被击碎在地的神器 格雷担心不已 亚尔维特姐姐没事吧 格雷,我应该已经说过了才对 女武神借由一连脱身奉上一切 那自然不可能没事 还好吗,亚尔维特 勉勉强强吧 抱歉,都是正的错,害你受伤了 和你的伤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啦 话说,你才是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 缩着那血又喷了出来 和他人的痛楚相比 正的伤痛,无论多少都能承受住 真是的,你这个人啊 看着这样的银正,亚尔维特有些心疼 同样观众席,人类们也担忧不已 眼下,使皇帝的撒手锏空气弹被封印 加上左肩受伤,连城里天皇也用不了了 也就是说,能够防御哈迪斯的攻击的招数已经没有了 为此感到骄傲吧 将我逼至使出则是血枪的境地 看着眼前自信满满的哈迪斯 银正闭了闭眼做了某个决定 亚尔维特,再这样下去毫无胜算 正想在下一期中赌上一切 听词,亚尔维特惊讶了一瞬 随后挪了挪嘴飘向了他身前 真不像你 既然是王的话,就给我干脆的说出来啊 安静了一瞬,银正先败下了针 头抬得太高了,野丫头 针,无论如何都想赢 听词,亚尔维特嘴角一勾 我知道,真是的 你这个王还真愣性 而后就见两人再次融合 我的能力全都给你 而后便见银正的双臂都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亚尔维特 寄宿在证明中的力量军事守护者 而象征该意义之物是 神罗凯秀改 随后便见银正宽化出了一把 使皇钩剑剑 剑?没错 所谓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 显然哈迪斯也没想到银正还有号召 正是王中之王 王的荣耀便是守护人类 听词哈迪斯予以了高度评价 非常出色的高贵的网友 来吧 那就让我将你的心脏吞似殆尽吧 随后背负着众神的矜持 升仙士族的冥界之王 以及比任何人都熟知人的痛苦 为了百姓而战的粗食之王 知晓王之心的只有王 两位王同时预感到了 这场胜负将迎来中焉 只见两王都摆好了战斗的姿态 并在人神的注目下 哈迪斯使出了赤血导向之熟光 银正使出了赤油剑士 史皇燕斩 枪剑相机却见哈迪斯更胜一筹 银正被震的弹了开来 来不及震惊 哈迪斯继续辞来 而后在人类的惊恐下 银正被削断了一根手臂 身体也被击飞了出去 当然这一击后 哈迪斯也有些筋疲力竭 但怎么看都是银正的状态更加不好 躲上一切的攻击 却依旧触及不到冥王茫 人类貌似已经觉得胜负已成定局 其实用尽全力也没能达到哈迪斯大人了 就连和他沃伦德的女武神好像也认命了 但银正却笑了 真美 只见他那睁开的眼中满是星辰大海 看见星了 而后单手持剑硬撑着想要站起来 坚持人类感动不移 纷纷表示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哭着喊着让他不要再站起来 但银正依旧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声 王不惑 王不折 王不仰赖 王不放弃 看着这个王人类气不成声 纷纷为他加油呐喊 准听得见人类们的声音 看着这个王春艳泪流满面 银正你真是自那之后一直战斗紫金啊 为了履行那个约定 并不去憎恨我们 而是带来幸福 随后满怀信心的对自己儿子说道 好好见证到最后吧 我们的王 最棒的王 他的战斗 不想放弃是很好了 但你打算怎么办 再用一次成立天皇 诶 可是你的身体已经 亚尔维特 相信证吧 亚尔维特被他自信的模样震慑到了 那种事情还用说吗 直接两人又再一次融合了 好 见词哈迪斯也露出了笑容 哼 能与你一战 我感到相当荣幸 不论是神还是人类 紧急场中 关战的全员都注意到了 接下来便会是 神对战人类最终战 第七战的最后一击 而后并见率先展开行动的是冥界之王 实验他一事赤血导向之曙光 朝着哈迪斯赤去 这一枪将哈迪斯的生命能量汲取到了极限 可以说这枪图刺无可抵挡 是冥界浑身解数的一击 光是擦到就能使人灰飞烟灭 但仁之王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正面迎接了上去 剑枪对撞不相上下 这招正是七尤凯士成立天皇 用剑来成立天皇 太乱来了 会被压制的 果然只见哈迪斯加重了力道后 哈迪斯的气更霸道强力 迎着那边已经开始晃动了 这情形任谁都觉得到此为止了 唯独促使之王不那么想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又催出了一个空气团 将那气团落在了枪上 而后就见枪击的力量突然被卸掉了 使得虽也没想到 他居然将龟流波用在了枪的心上 也就是枪的气的要处 正常来说枪这种物体没有气 但那把枪被注入了 哈迪斯的邪已经成了哈迪斯的一部分 也就是那把枪是活着的 所以使皇帝才能将枪的心捕捉到 一刻也不曾忘怀 郑的人生自绝望开始 是春艳告诉那样的郑 所谓的王是从绝望中诞生 却能带来希望之人 随后就见银正一招 赤油剑凯士使皇成立宴展 那剑直接传入了枪头 并在银正的权力一击下 直接传过整个枪声 在神龙震惊之下 干碎了凝据冥王全部新鲜的神器 贯穿了冥界之王的躯体 其实银正这招正是借力打力 在一开始用成立天皇截下哈迪斯那招时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接下攻击 再通过身体返还回去 而是将力量存入了 与银正化为一体的剑中了 然后再转化为将四血枪砍碎的力量 精湛至极 这才称得上王啊 弟弟们啊 我没能履行那份誓言 如此不像样的兄长请原谅吧 随后便见哈迪斯笑散了 神龙第七战对战 哈迪斯对战秦始皇 以银正的胜利结束了战斗 用时少分57秒 这瞬间全场寂静 这是谁都无法预料到的结果 而后人类方沸腾了 这简直是梦想照进现实 而神方却是痛哭流涕 甚至不惜想要杀掉布伦西尔德 让他交出引证 但被别西部阻止了 现在杀掉那个女武神的话 神龙对战会被中断哦 希望你不要夺走我的乐趣啊 还是说 你打算点滴哈迪斯先生 展现出的神的威严吗 该死 最后阿托摩虚只好愤然离场 听好了 这场战斗结束后 我绝对要杀光 无论是你 还是那个人类 简直戈雷刚松一口气 别西部又散发出了阴郁的气息 你们还是注意点好 大概不止我和阿托摩虚 有着将人类屠戮殆尽的想法 那股冲动完全压制不住啊 于此同时另一边 世家正悠闲地躺在大树底下修养生息 别三智离开病房啊世家 来人正是板田金石 我说小金啊 有个家伙想拜托你调查一下 调查谁啊 撼动诸神黄昏的男人 屠龙英雄齐格飞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支持一下哦 谢谢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